香港連續六個月 暴動了六個月 是六個月在講一下 我們小孩子 一路一路那些犯法 是越來越年輕的 他們每天上學 就被人家教育波動 他們滲出來犯法 我們市民 和警察的生命 受著威脅 大家看到了 我們看到有人被磚頭扔死了 用錘仔踏在頭上 我真的懷疑他們可不可以伸著 這些種種的暴行 我們警察的受傷 多嚴重 這些種種的暴行 令到很多市民人心惶惶 包括我 大家看到的店舖 最近看到他們是一種針對性 有一種恐嚇勒索的態度 去恐嚇營商的店舖 銀行 這些暴行越來越嚴重 正正在威脅我們香港人 香港 整個社會 令到人心黃黃 但是 大家看到 由公務員 漢奸 政棍 甚至乎很多地方 包括我們今天來這個地方 平時不見他做事 二千多個警察的底被人起 他都沒有出聲 我們回歸之後 這個公設一九九六年成立 成立之後 我們回歸之後 我們每天都被人摘擾電話 何內有私隱啊 是不是 但是 現在我們唯一能夠 守護香港 保護我們市民的香港警隊 他們在這裏 稍微有少少東西 馬上跳出來高調這樣 去打壓他們 說要聲討他們 你說他是不是大小招一做事 你根本是名存實黃 這個部門 你天天都在支援你們的 包括我 天天都很多電話打過來的 但是他有沒有做事 但是現在的問題 是因為公務員 和這個有關機構的團隊 他們不團結 他們各自為政 用他們的尊嚴 去打壓我們執法的警察 這個正正他們今天很憤怒 我們要求安居樂意 我們希望 我們社會是很安全的 以前香港是很安全的 東方自主 但是現在做到什麼 人心惶惶 稍微假期都不敢走出來 晚上都不敢走出來 不要說開店 開店還寫 如果我開店 死眼 你只認著我的樣子打爛 令到我血本無歸 不讓我做生意 現在的問題在這裏 大家在鏡頭目前在這裏 這些這麼嚴重的問題 他們轉移視線 用警察的一個執法的動作 和執法的武器 你轉移視線 轉移了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很憤怒 我們要把問題拉出來 我要告訴他們 你不要圍觀秘視 你不要小提大眾 去打壓我們警察的執法 我們很憤怒 我相信全港市民的份 包括你們 因為你們也有問題 你們是相受罪害的 你以為你是一個父母 你小孩子沒有問題嗎 你以為你不擔心去回學問題嗎 是不是 現在是因為他們的問題 我希望他們團結 你作為公務員 你是我們的公務 是我們的父母官 我們市民能不能安居樂業 就靠你們 會不會守衛這個地方 保護我們的市民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 告訴他們 你不要再打壓我們 唯一守護我們的警察 警察不是現今的問題 他們更加是守護我們的警隊 問題的 是那幫暴徒 那幫漢奸 那幫教育界 社工界 你看一下 尊嚴不尊嚴 用尊嚴 他是社工來的 但是他不是 社工是幫一些有需要的市民 但是他竟然帶他做活動 去反政府 教育界 不是作辱英才 是教我們小孩去仇警 去犯法 我們的醫護人員 去做什麼 選擇性去醫的 以專業 打打專業 他會執法嗎 警察執法是專業部門 他才知道什麼叫犯法 你應該是尊重政府部門 如果公務員團隊是團結 大家發揮他的專業 香港就一早已經止暴制亂了 但是現在因為他們就是不團結 他們各自為政 所以我們今天告訴他們 你不要小提大做 你的部門已經一早已經虛設了 好嗎 謝謝大家 我是李碧兒 珍惜雲祖召集郵 我來幫你採訪 雞尾